眼看气候变迁 危机步步进逼 近年各地海面上助力起一支支的离岸风电机 渴望加速世界能源转型的脚步 然而风力发电的发展伴随种种抗疫声浪 未如理想中顺遂 以法国为例 有别于临近永续能源意识活跃的欧洲国家 当地仍然大量依赖核能发电 风力发电的变革之路更是挚爱难行 这是法国第一支离岸风电机 这是一支离岸风电机 这是一支离岸风电机 来到法国西部滨海城市圣纳则尔 这是法国第一支 也是唯一一支的离岸风电机 与德国拥有的1500支 和英国超过2000支离岸风机 形成强烈对比 但是法国坐拥世界第二大海域 仅次美国 2018年马克宏政府立下野心勃勃的能源转型目标 宣示要大规模发展风力发电 来减少对于核能的依赖 期望能在2035年前 完成发电量10GW的岸场设置 相当于10座核反应炉的发电量 然而离岸风力发电技术 虽然是为了减少碳排量的环境正义而生 却遭质疑威胁海洋生态 而发展成为另一种环境不正义 引爆抗疫声浪 画面中可以看到 在地渔民心情捕捞蜘蛛蟹和海螺 作为小虾米 要和大型商业渔船 这些大金鱼竞争 在政府对于离岸风电的宏大愿景下 这些渔民是首当其冲的一群人 当地渔民串联七八十艘渔船 包围施工海域集结抗疫 希望能够终止这场大大冲击他们生机的工程 我们不想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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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关注我们 我们不是我们的产生 我们不产生 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产生 这是我们的产生 我们想保持我们的产生 我们想保持在地上 我们的产生 我介紹了 BouéBOB 这就是一个 Boué观察的观察 Biodivers观 一种重要的关注 是要明白和認識 我們能夠在空間的組織 也能夠在空間地上 坐落於地中海域 這根15公尺高的黃色巨型浮標 被安置於未來離岸風機的設置點 而看似風平浪靜的海平面下 往下延伸4到8公尺處 還可以看到他們為漁苗建置人工的棲息地 我們有小牆壁 我們常常放在海邊 會給這年輕人的棲息 能夠在一般地上活在地上 他們不會在地上活在地上 我們有的結果是比較強勁 我們看到有增加的鯉魚的聲音 在海邊上 環保團體表示 現階段他們正努力研發類似技術 在離岸風機底下 建置有力微生物生存的溫床 讓這項浩大的工程 為環境帶來更大的附加價值 這麼做更是為了向鄰近漁民掛保證 離岸風電和海洋多樣性能夠共生共存 而魚與熊掌能否兼得 值得期待 中央社綜合報導 進去